這個毛毛蟲製作,請問這隻毛毛蟲要捨底下,才會從右下腳爬到左探牆 我怎麼知道,所以他們的辱動是要一直走 辱動是要一直做的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這樣走 可是我可能這樣叫一個人先走我就可以回來 所以他要不要繼續辱動 要啊,那你整個團每次做一個陸續你就要搭上,我要辱動比四才會大啊 所以這個部分人家分兩個部分做 一個是做什麼,本身他做辱動的動作 第二個呢,再做,有沒有用過打引線動畫 所以呢,現在我們來試試看看 你看我們找到我們的身口 找到這邊 雷封座裡面 你把它擠啊,說有沒有一隻毛毛蟲 嗯,我們把這個原始檔打開 那麼原件呢 你追查一下我們的原件庫 有沒有 這個有分,毛毛蟲一 二 三 四 毛毛蟲要拆解一下 這樣你了解嗎 他的動作是重複性的嘛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你說要去哪之後你可以把它往前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有一個場景在上面 我們先不敢他 從這裡 插入 新中原件 原件有分兩種方法 產生 一種就是什麼 直接增加的 另外一種就是你原本是一般的形狀 或是形狀 我把它改換成原件 所以我先幫他講三兩種 一種叫韓國清空子出生的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種 直接進來就是了嘛 另外一種叫平民變皇帝 哪人變皇帝啊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就是說 原本好了我把它轉換成原件 那你看這裡有沒有分 有沒有三種 我們現在就是用影片片段 因為那裡堵斷我們只做一次就好了 讓他自斷重複嘛 所以好這個叫 要命名一下 這樣可以呢 用這個字 是因為他叫影片販賣 所以很多你會發現他叫MC 這兩個字 好確定 記者就有沒有看到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時間軸 你看要把這個時間打開 把這個時間軸 在下面 有沒有 在下面 那麼你如果點這邊 是不是就回到外面來了 而且你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剛剛 從這邊新增了之後 你看右手邊原件庫 有沒有多一個不一樣的 這個是影片片段 你如果看到這一種就是圖像 所以我會先準備好的是圖像 那 你這樣找到大家變地方你可以到這裡 到高檔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重新命名呢 假設不可能當那個名詞 是按右手邊 DOT 這樣了解 點圖上面是進來 是進來 好 你這樣這樣OK的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蟲 丟進來 丟好 這樣就一隻了 然後呢 第二隻怎麼辦 是要插入關鍵格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所以有兩隻 那你是要把第二隻先丟 這樣就把它刪掉嗎 這是一種方法 不過你這樣要對詞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有問題 所以一般我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什麼方式呢 那記得你先去打臉嗎 你先抓 你點到他 我現在點到這個原件了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我叫替換 也就是我現在是在第二格 我現在是第二格嗎 我躲在那個人之後我告訴他 很抱歉我要換人 換人直接從裡面換就好了 我現在是一換成二 有沒有我的位置都一模一樣 舍累舍累 這樣兩格也可以做 比較有意思嗎 剛吃白飯嗎 所以我現在這一格 插入之後記得要再點一下他 因為你插入之後是在影格上 點到之後才會變圖像 用這種方式替換有個好處 你今天如果在這個原件上有做過縮放 或者有加一些其他的動作 比如旋轉之類的 那麼 避難的這個角色他會聚成 這就是四道指環 對不對 沒有注意的他會幫你 弄進去 所以這樣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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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沒問題了 那我就給各位借看看 好不好 請你去看看 大家原則上練習都已經 都差不多借在這邊 你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這幾個都沒有關係 那我現在呢 我就把它拿回到外面來 我現在是回到我的主場景了 現在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場景是留在比較後面 有沒有 我整個是85格 所以你可以拿往前一點 把我回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背景 那我們在追蹤或追蹤的話 記得我已經有件事情 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一個物件一個塗層 一個物件追蹤 動畫背景 所以我現在毛毛草要追蹤的話 可不可以放在背景 不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增加一個塗層 好 毛 動 可以嗎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難道想要幹嘛 來 因為我用一隻手打得比較慢一點 我一隻手讓你 我轉隻手會比較快 那麼 我成為文件庫 是不是要打他們幫忙 你就跟他們打藝 對呀 很多東西有的 很興奮的 就是 沒有 你看 其他我們來的成本不會幹 因為你丟錯人 要轉還是什麼 是不是影碰碰能組合起來的 那你可以發現如果他本身是幹的話 右上角這裡可以撥 這裡可以撥 那我們就可以可對一下 有看到 好 現在你把它丟進來 我記得我們之前有用過那個陰影嗎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個已經完成了 有沒有陰影 也有 那就看你了 我就先不做 好 那這個好了 假設我要讓他這樣繞的話 是不是一條路線 那我先把他的大小先縮小 因為 離我們 不用了 離我們比較近 比較大隻 遠近的話 你就是大小的變化 就可以了 好 你要交按鍵鍵 是不是更加一個就是白影線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他會往內收進來 這是我們以前交過的 所以你要在上面 請問 請問要用什麼工具做 你可以用當筆 可以用這一支 用這個也可以 就是不能用這一支 對吧 所以我們這叫編檯 這叫編檯 這叫編檯 這叫銜碎才行 但是當路線的一定要什麼 就是 這個筆劃這個才行 好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當筆工具 最簡單的當筆工具點要放開 那如果你要取限 按住不要放拖曳 按住不要放拖曳 看你讓他走到哪裡 好 假設到這邊就好 所以我線照呢 要怎麼做 線化完的 最好把它鎖起來 因為 有時候不小心弄到它 所以拿鎖起來 那我針對 床的部分 床的部分 M要怎麼樣 是要對到這個線的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滑過去 它會有一個西柱的感覺 你看 大陸友在 中心有右下角 它會有西柱 如果你會覺得奇怪怎麼沒有西柱的感覺 你就來這邊找大陸的東西 光劇列 我們有一個主光劇列 你看到 有沒有發現我的磁鐵沒有拍 對不對 正常講應該是有拍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台沒拍 因為我剛才發現 奇怪 我吸不進去 就是這裡有問題 你把這個 主光劇列打開之後 看到它 那你現在再看一下 你看 拉過來 有沒有一個吸過去的感覺 而且中間會有一個圓圈圈 對不對 這裡 有沒有 那你要常常有關門外 好 其中有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封點 封點在這裡 因為它要做通話 所以要不要先擦乾淨一個 要 看到了 很多同學 很興奮 直接就拉了 結果第一點就跑掉了 沒有辦法 好 插入關鍵的F6之後 我們就拉拉拉拉拉到這邊 因為可以到這邊的時候怎麼樣 路在這裡比較遠 所以我也可以 假設 我的插入點在這裡好了 你說在這邊 F6 我希望它在這個時候呢 就先走到這裡 可是大小是要變小一點 那等比例射油彈你就按住SHIFT 按住SHIFT 好 那最近各位 如果你平常 不要射油彈也不要再旋轉 你就用什麼 黑色或SHIM 這樣比較不用不小心 不能又拉到它了 好 那我回到最後一個 好 這個時候我再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拉 再拌大一點點 當然你要比較精準的話 你可以用 我們上次有那個比較精準的 好 這樣子 辦法就安全了嗎 還沒 對不對 因為 SHIFT的話 將監的補彈辦法是他自己決定的 所以你點到將監 按右邊 建立長盤補彈 記得 有成功的話 它一定是實心的 這個線是實心的 如果它是實心的就有問題 好 那當然如果你一個 圖籌裡面有兩個以上的物件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講過 補彈動畫一 補彈動畫二 他就知道幫你做那個事情 好 現在呢 我們 就實際拉動看看 你看 這樣會不會到 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蠻打場不會到 蠻打場板墊有沒有在動 就是那個補彈不見了 我們FACE有一個缺點 就是 你在實心者這樣拉動的時候 影片片段是看不到的 這個影片片段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 從這邊測試 影片 這次 因為動作比較少嘛 把六個動作只做三個 所以他就跑得比較快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就把畫面放給最後了